這個法官薛玉華 你的名譽不值錢 我的名譽值錢 他竟然敢把一個民事訴訟 不禁言辭辯論 禁字判決 薛玉華你這個惡官 我告訴你 我讓你留名輕史 而且我會一路告到底 我要你上法庭去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險無理由 什麼叫做可以不禁言辭辯論 難道國家賠償法 給你的職權行為 包括你可以毀謗他人嗎 我要你在法庭中 一五一十的說明 廣尾的這些行為 難道是疏忽嗎 而且等我告到三審之後 論文門早已大白 你們這些人的審判 全部都違法 因為事實就是 蔡英文是個假博士 還是個假製作單調 我繼續在審判 查到了这个判决书的全文 这个判决书呢 是我告黄伟民事赔偿 因为加重诽谤 什么地方加重诽谤呢 因为他在起诉书上 用了他自己的这个占星术 用了他的这个算命学 说我这个新生怨对 为了增加收入 所以对蔡英文呢加以诋毁 好 我今天告他的是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你可以判我有罪无罪 胜诉败诉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猜测 去猜测我的动机 而你的猜测写在起诉书上 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文件 那不得等同你在大庭广众下骂我 为了钱 新生怨对气量狭小 去伤害了蔡英文吗 那你这不是对我一个大学教授 担任过新闻科系的所长 莫大的侮辱吗 也许黄伟你的名誉不值钱 你没有关系 你你名誉不值钱吗 但是我的名誉值钱呢 这个法官薛玉华 你的名誉不值钱 我的名誉值钱 所以我要求黄伟呢 要赔偿 结果薛玉华呢一推250 他竟然敢把一个民事诉讼 不经言辞辩论 静字判决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理由 我看遍了他的这个判决书 他的理由其实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呢 他认为啊 根据国家赔偿法13条 公务人员啊 除了这个故意违法之外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告他 因为他的职权行为 好 就算他故意违法 那么我们也要向国家赔偿 不是向法官个人赔偿 这是笑话 因为检察官法官 这些司法官不能自外娱 造成别人的伤害的这样的赔偿 第二个 黄伟在起诉书上 对我的这个肚子里的蛔虫 去揣摞我的用意 这件事情不是职权行为 这不叫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认定一个证据的真假 由法官自己的心证来判断 但是犯罪的动机 犯罪的这个状况情节的人格 心理特质 对不起 这不能任由你司法官自己揣测 因为你揣测的过程 写成了起诉书 起诉书是公开文件 因此你是散布于众 你对我毁谤 你对一个新闻科系的教授所长 说他为了生计制造假的内容 心生怨对 为了赚钱 为了一己之私 这不是诽谤吗 那诽谤要怎样才成立呢 好我们来看这个更瞎的法官 宣玉华 盲剑客连庭都不开 他怎么说的 他说 第一个 纵使黄伟是故意吗 也要经过国家赔偿法13条 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负担 第二个 他说这整个案子 还没有定验 伤害还没有造成 所以呢 没有办法赔偿 我先退一万步言了 黄伟起诉我以后伤害有造成吗 伤害没有造成 我在北海牧羊13年是在牧好玩的吗 是我喜欢喝羊奶吗 所以 这个随便找一个250都知道 那这个250怎么会不知道呢 来 我们来看看 就算伤害没有造成 请这个宣玉华法官 把叶黄素吃好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我的这个诉状上面是怎么写的 我不是怪你黄伟到底有没有起诉我 我说的是你恶意毁谤 你明知道不是这样 你明明不知道我的心情 你却明明要惯上我呢 是因为这个一己之私 是侠院报复 你明明知道 蔡英文呢 他在这个教育部在好几个地方 写的不同的博士题目 还1.5个博士学位 还有不同的证书 你却只字不提 这不是故意什么是故意呢 你可以判决 你可以做成处分书 但是你不能诸心 你不能去这个强加自己的判断 去判断原告或者被告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 今天这个国家给予司法官审判的权利 这是他职权行为 但是国家没有赋予司法官 诽谤原告或被告的权利 这搞清楚了吗 宣玉华 我再告诉你一次 今天国家呢给予医师诊断的权利 唯一是拿医师跟律师来比较是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专业性 而且他们都要经过国家考试 要有证照 好你今天在公立医院当医师 跟当法官一样都是准公务人员 那么我继续往下推断 你看今天国家的医师好了 公立医院的医师 国家赋予他这个诊断看诊的权利 难道同时就赋予他可以随便的骂病人吗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病人进到诊间 医师诊断 没问题 可是如果医师 拉高了嗓门骂病人 你这个人是笨蛋吗 我叫你吃药你不吃你白吃啊 我请问你这样有没有罪 诊间外面人都听到了 这是不是加重 这是什么妨碍迷运 是不是加重诽谤 难道 我说法官会说医师在诊间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职权行为 所以他呢有权利骂人病人不吃药把他打一顿 没事不是伤害罪 因为这是职权行为 这就是你薛玉华今天干的事情 而且你还伪造文书你还吃案 我们为了证明黄伟是故意的 他不是疏忽 我们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其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这整个案子当中呢 包括记者拿到的稿子 其实我被判两个被处分的两个罪 大家可以从这判决书上看到 其实我们当时李政华律师呢 我们在写我们的这一个答辩状的时候 在这个案子呢 我们是我们是控方啊 我们在写我们的告诉状的时候 我们的诉状上面是写 黄伟的故意呢 有好几个层面 除了你的诛心论之外 还有 你刻意的把 这个违反选霸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比较重的罪 因为相较于妨碍迷译是 诽谤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结果呢 你故意把这个违反选霸法 这个案子给放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你们这个犯罪团队 经过设计的 你们当时的想法是说 你要速战速决 很快的判刑定验 因为如果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违反选霸法 那这个案子要打到三审要很久 所以你本来想要捡一停 速战速决判我败诉 拿到这个判决之后呢 有利于蔡英文在总统选举期间 就做大内宣大外宣 结果呢 不知道你是因为潦草呢 是因为笨呢 还是因为心虚呢 还是初心呢 我不知道 还是天意 我们竟然同时收到了判决书 是起诉跟不起诉 而之前的新闻上面说 我触犯了两个罪 一个是妨害谜语加重诽谤 另外一个是违反选霸法 结果判决书上 对于违反选霸法的部分呢 略过以后 就当做没看到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细微的 判决书的写法知道 你呢 这么做是故意的 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各位听懂了没有 他把我比较重的罪放掉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没有想要闹事 他只是想要取得一个选举权的 选举之前的速战速决的解义庭 把我判刑 然后把我判败诉 然后就还给蔡英文清白 以利他选举 结果没想到我出手 回头告蔡英文诬告 所以这件事情没完没了了 那他当时呢 就是 把这个违反选霸法的部分 把他给吞了 让我呢不能够打到三审 不能够在检疫庭当中 可以在检疫庭当中 就把我解决掉 由这里 我们在 我们提告的状子当中说 可见黄伟呢 他这一些侮辱别人的行为 跟他所做的这一些行为 不是疏忽是故意的 结果这个法官宣玉华 把我当空气 把我们的这个 树状当成是韭菜 完全略而不提 你说 这样子的结果 竟然敢判决 还说不经言辞辩论 因为我们显无理由 你知道为什么不经言辞辩论吗 因为他不敢辩论 这种东西你要怎么辩论 我请黄伟派个律师来告诉我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你可以说我 我辖院报复吗 你可以说我为了生计吗 我哪里穷 我没有穷啊 我人穷至不穷啊 那你要怎么答辩吗 所以法官知道 这个犯罪集团串好了 他们知道一旦开庭以后 他没有办法面对 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那我还会问他说 那黄伟 你把我的这个防害名誉的案子 单独起诉 结果你却把更重的 违反选拔法 就在 还要告诉记者 记者本来这个报道上 还说我违反这个选拔法 结果拿到判决书的时候 没有 莫名其妙案子吃掉 请问你什么原因 你说他要怎么打 所以干脆呢 不敢开庭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 妙啊 薛乙华你这个恶官呢 我告诉你 我让你流民轻史 而且我会一路告到底 我要你上法庭去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险无理由 什么叫做可以不经言辞辩论 难道国家赔偿法 给你的职权行为 包括你可以毁谤他人吗 我要你在法庭中 一五一十的说明 黄伟的这些行为 难道是疏忽吗 而且 等我告到三审之后 论文门早已大白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的审判 全部都违法 因为事实就是蔡英文是个假博士 是个假骗子 因为是个真骗子 假博士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所以你们以下的所有的审判 包括你们的书状 都是妨害谜语 都是诽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